沈兆林死后,甘肃局势急转直下,同志元年八月,也就是沈兆林死去仅仅一个月,便由陕西魏南回军来到宁夏平原所。 金宁夏同心与网乡,凤翔回军到甘肃张家川串联,鼓动当地老百姓造反。应当说,想过本分日子的回民还是大多数,根据史料记载,面对煽动和胁迫,有的回民甚至宁可自杀也不加入,但架不住人心浮动,受到蛊惑。 许多人向东前往陕西驻站,更多人开始就地烧杀。 此时,花四也撕毁协议,重新与幕府开片,甚至远在河西走廊的宿州一带也出现了回军的身影,甘肃全境从此陷入了一片杀戮之中。 这一波启示的回军当中,出头比较早,也是影响比较大的,是平良的沐生华和平远的马兆元两个。 先说马兆元,此人是个体之内的军官,担任平远欲望宝的八总。 同志二年八月,趁甘肃局势大乱之机,马兆元声称自己收到了上风下令缴洗回庄的文件,带领手下起兵,周边回庄受到蛊惑,也纷纷响应。 起兵前,马兆元用马化龙和平良的沐生华之间打成约定,三家同士起兵,马化龙南下,沐生华军北上,三军会师雇员,同取平良。 马化龙我们之前介绍过,这里单说沐生华,此人大有来头,是哲赫人耶第二代传人墓献帐的孙子。 一说侄孙,在莲花城经甘肃齐安莲花镇开设道堂,人称平良三爷,与马化龙关系十分密切,在哲派当中地位很高。 百余年来,哲赫人耶一直受到官方打击,从教主到教徒不是被杀就是流放,这次终于带着机会复仇了。 所以为多久,宁夏拢东地区的哲派就被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既然是哲赫人耶调的事,其他一些与朝廷素来无冤无仇的教派自然就不愿参与。 比如在御望堡不远处有个王家团庄,属于虎夫夜门幻,庄主兼长教名叫王大贵。 平日李和马兆元所属的哲赫人耶并不怎么待见。 马兆元起兵后,驰入王家团庄,胁迫王大贵入伙。 王大贵不想答应,马兆元便一刀砍断王大贵所成马匹的腿,称如果不从,就杀了他的老母。 无奈之下,王大贵只好从了马兆元。 事后,王大贵记述了马兆元起兵的原因和经过。 作为同教中人,这份史料可信度是颇高的。 此次启示,是由平原所训辩马兆元素不安分,前怀一致。 上年八月间由陕西魏南回匪至平原厅截获抢夺,伤害施主。 该厅亲往查拿,马兆元及子声势,不散传帖,声称官兵定御洗尽回教。 以致各庄回民纷纷经聚,投网附和。 不过马兆元身为军人,但军事才能实在是不敢攻卫,攻下雇元的黑城子后,攻灵州,尽宁下无中不能克,转攻海元又不能克。 不久,宁下到总兵侯登云赶到灵州,在城下与马兆元大战数日,马步力不能之,于十月十日向金鸡宝撤退。 不料马化龙见风使舵,见马兆元情况不妙,立刻换衣服面孔,拒绝前者投靠。 马兆元成了出头的船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大骂马化龙言而无信。 无奈之下,马兆元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向王大贵求援,希望放弃拍别之争,看在真主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那说了,这几个月,王大贵在干啥呢? 原来在马兆元在灵州与官军作战时,王大贵瞅准时机,与儿子王明忠降了梁州镇总兵万年新,并交出马镖、马兴城、苏三马子等回军首领,解散了三营、萧和城、三百户等地的回军。 收到马兆元的求援信,王大贵假装应允,与马兆元来自己装上谋划下一步打算。 马兆元不知事迹,便在十二月十三日带领残部来到王家团庄,结果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 王大贵当众斥责马兆元,辱身嬴直至,背叛朝廷,煽乱残民,尚欲还死业。 请出游击马师兄将马兆元斩首示众,解散了残部,又赶赴平原所,将马兆元的兄弟马兆贵、马良贵两人一并擒获,借负严查听政法。 从起兵到被镇压,马兆元的反清活动只持续了四个月。 马兆元这边消停了,沐生华那头则是一路风生水起。 李勇当时老百姓普遍对明朝有好感的心态,沐生华打出了扶民抗清的旗号, 改用崇祯纪念颇吸引了一批回汉民众加入队伍。 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沐生华的麾下还有一些来自云南的回民, 主要是杜文秀通过哲赫人叶在云南的热仪司教掌马之林派过来的。 这也是甘、闪、丁三帝回军相互支援的又一例证。 顺便说一句,这个马之林也不是一般人,他是哲派创始人马明信的孙子。 原来哲派被乾隆镇压后,马明信家中女性发配新疆伊礼, 男性则被发配云南塔朗金云南墨江。 马明信的长子马顺青也在其中。 马以德接任哲派第四代教主后,在墨江寻访到马顺青, 从此马顺青这一支就承袭了哲派在云南的热仪司。 这个马智林就是马顺青的三儿子,人称云南老三太爷, 在甸免边境营商,家资俱万,与杜文秀来往密切。 穆升华起兵后,杀了秦州之府托克青啊, 于同志元年十二月抵达平梁城下。 平梁不但是西北的战略要地,东关外还有穆升华爷爷, 穆县章的拱北,夺取此地的重要性, 无论对回军还是对穆升华本人而言, 都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城内外人心大华,城外回民疯传汉人将搅洗, 将关外太平桥集庙与烧毁, 城内汉人也将城内仅有的三十余名回民杀进。 周边团练赶来增援, 在城外与回军激战,不敌败去, 临走前为了泄愤,将穆县章拱北决毁。 穆升华悲愤交加,下令全力攻城。 知府田增寿,总兵吕元等人聚成坚守, 穆升华中不能客,恨恨而去, 这给后来平梁屠城埋下了伏笔。 平梁打不下,穆升华调转马头又前往故园。 此时镇守故园的是平清经寻到万金雍, 此人是个有些迂腐的人后长者, 平时是挥汉如衣, 城内也是挥汉兵便兼而有之, 并不加区分。 城外回兵四起后, 万金雍自觉对回民不博, 还存在以德服人的念头, 于是赵几回汉其老, 让他们发誓回汉两不相害, 又任命马百灵, 还记得张福怎么死的吗? 得侄孙马文玉熟理顾元之州, 企图加以笼络。 不料同志二年正月初一夜, 就在汉人忙着过年防备最松切的时候, 马文玉下令手下回辩, 南门成手精致妥贵, 偷偷打开城门, 回军一拥而入, 先烧古楼, 后烧东西关, 万金雍, 以及千总张灵汉, 朱点勋, 学正月正东等人战死, 有一位叫马亦春的回民, 因不远从回军, 全家军在屠杀中丧生。 参将景文则投缠白布投降了回军, 顾元城遂落入木升华之首。 顾元失陷后, 附近的盐察厅立刻变得岌岌可危。 盐察厅是一座土城, 城墙低矮, 同志庄域松找来王大贵商量对策。 此时, 王大贵正带领手下回民数千人赌劫回军, 听说盐察厅有急, 便自告奋勇, 请求去顾元说降木升华。 通至二年一月十八日, 王大贵来到距离顾元五里的蚂蚁河, 派人入城接洽木升华。 二十一日, 木升华等亲自出城迎接, 盛情邀请王大贵进城商谈招幅事宜, 进城后头几天一切都好。 不料到了二十九号下午, 顾元城内突然火光冲天, 枪跑声隆隆不绝, 大批回军将王大贵的住所包围了起来。 王大贵这时才明白, 原来当初邀请进城是个骗局, 应当说王大贵还是留了一手的, 当初只带了一半人马入城, 留下另一半在城外接应一方不测。 但事发突然, 手下人在睡梦中就被解除了武装, 王大贵值得带着儿子往名中趁乱逃出城外, 回将杨大娃子摔人在后面穷追, 不亦在李旺堡今宁下海员李旺珍迎面碰上了万年新。 原来当初回军诈详时, 说要找个官员充当宝人, 官府便派出万年新前往雇员。 因为赶路着急, 万年新身边只有几个护从, 回军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捉住, 劝降不成后乱刀砍死。 王大贵侥幸逃脱回到王家团庄老家。 三月初六, 牧生华帅君来到严查厅, 从西门长渠直入, 杀死同志庄玉松等人, 又围攻王家团庄, 将王大贵及全家杀死, 仅有其子王名中得托。 海城县制里是这么记载的, 牧生华谋破故远, 即大贵驻官军, 仙人待之, 约翰回不乡下, 必得一品望威驻者为之排解。 大贵信之, 邪言察厅防守梁州总兵万年新同榜, 生华欲谢之以判, 大贵不从, 属其罪而骂之, 生花怒, 以活了其口, 而后之解焉。 万年新鱼之巨死。 王大贵死后, 其子王名中加入了官军, 因作战勇敢, 赏利勇巴图鲁贤, 记名提督。 战后为了褒奖王大贵, 朝廷将其列为甘肃忠义路, 忠义回民第一名, 为其修建拱北, 称为王道祖道唐拱北, 此拱北至今尚存, 这是题外话。 接连打下雇员和盐察厅, 沐生华军缴获一大批粮食军火等物资, 施起大阵, 在此包围平粮, 四面河围, 日夜工程, 还挖掘地道埋放炸药, 又断绝附近水源。 知府田增首向新任甘山总督西林求救, 西林先后派出多人前往救援, 均被回军击退, 损失惨重。 到同志二年5月12日, 眼见平良危急, 兴廷命多龙俄赴甘肃援助, 此时多龙俄正在陕西东府地区与回军作战, 抽调不出人手, 又命当时在雇员一带作战的马德昭元平良, 马德昭又因被精马所伤, 中途返回西安。 挨岛8月12日这一天, 回军炸开平良西南城墙突入城中, 未报绝目报失之仇, 沐生华对汉人进行了大屠杀, 实在仅有147户汉人侥幸生还, 其余官民全部被杀, 遂使数百里烟火济染, 白骨黄毛迷忘。 受沐生华工作开展顺利的鼓舞, 一只缩头不出的马化龙 此时也下山摘桃子了。 通知二年10月, 马化龙偷袭灵州, 城内回民开门县城, 前任南木洞俄, 现任之州中南两人被杀。 接下来, 马化龙用同样的办法拿下宁夏府, 经宁夏银川, 此后又陆续攻克宝峰、 平罗、石嘴山等处,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 整个宁夏几乎尽为马化龙所有。 于是, 马化龙开府宁夏, 大致文武百官, 委派官吏管理州县, 成为宁夏的实际统治者, 平回至理, 对此是这么记载的。 宁夏之便, 无拘兴贺者率众回与城回内外应和, 城县, 枪杀官民三日, 传呼王爷入城, 和城回汉西贵道公营, 则建画龙座大教, 庸伟多人, 耻辱公署, 随传令部署一切, 助数日, 使回荆基。 由此官知, 则宁夏一路服属于, 画龙显然矣。 宁夏这头打得不可开交时, 和黄那头又重燃战火。 同治二年三月初, 为了争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花寺和穆夫提在西宁又爆发血战, 搏几周边南川、 碾伯、 大通等地。 三月初九, 马桂园从八燕中隔阂巡化, 引来数千信徒, 将东关北关及城内内后, 接穆夫提较重又至东关大寺内, 捆腹千余, 杀于东郊外南豪沟, 一举摧垮了穆夫提在西宁的势力, 官府手里只剩兰州、 西宁、 敌岛、 河州四座州城, 以及不多的几个县厅。 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无计可施, 值得以保举马桂园属里巡化厅统之, 马桂园的哥哥马本园属巡化营游机为条件, 再次央求马桂园出面撤回郊中, 于是和皇帝区也几乎尽数被花寺控制。 随着花寺在和皇占据的绝对优势, 其他小门幻纷纷依附, 一些原本忠于官府, 或者保持中立的门幻也逐渐走上了官府的对立面。 同志二年八月, 在大夏地道之后, 花寺、北庄、洞乡、木夫体、湖门、 阁底木等大大小小十多个门幻举行会议, 共同推举和周西乡的花寺大阿红马战敖被推举为独招讨, 甘肃各门幻势力基本被花寺收编, 号令已出,莫敢不从。 这一时期花寺的权势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名的湖海之争的解决,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湖海之争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根据伊斯兰教法, 穆斯林在做礼拜的时候要遵循一些严格的程序, 俗称拜公五十二件, 其中一个步骤是在鞠躬的同时, 念一系列的咒语, 当中有一句翻译成汉语是愿真主听到他的赞美, 中土穆斯林直接采用音译读法, 因为外来词的发音和汉语并不能准确地一一对应, 加上各地方言口音不一, 所以音译也是五花八门, 有念瑟米阿尔拉乎利曼哈米戴海的, 有念瑟米阿尔拉乎利曼哈米戴湖的, 莫尾发音略有不同而已, 只不过北庄门幻认为应该念戴海, 而湖门则认为应该念戴湖,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事, 就像莫罕默德这个词, 有翻译成马哈马的, 也有翻译成买买题的, 大家都用得挺好, 偏偏北庄和湖门执念都很深, 都认为自己的发音是最标准, 最正统的, 对方才是异端写说, 为了这一音之差, 两派多次大打出手, 死伤难以计数, 多年不能解决, 后来两派为这事上衙门打官子, 管家稀里糊涂也搞不清, 于是葫芦僧断葫芦案, 判了个鹰独作戴海, 结果鹰德戴湖派不服, 结果导致更大的冲突, 为此双方积怨很深, 等到花丝一统江湖, 马战敖出面调节, 下令各念各的经, 你们两派都是最标准, 最正统的, 谁也不许在其争端, 所谓各干各事, 就这样, 连官府都做不到的事情, 被花四一句话解决了, 两派几十年的冲突, 戛然而止, 当然, 这些教派正来争取的, 无非都是类似当年高年派, 低年派以及前开派, 后开派纠结的那些东西, 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讲过, 这里就不展开了, 四大天王中的第三位, 花四阿轰马战敖, 也在这个时候登场了, 马战敖生于道光十年, 1830年, 河州牟尼沟河家庄人, 祖籍陕西大理王阁村, 马战敖从小念经, 曾经在西安学习深造, 二十四岁时穿衣, 逐渐成长为华四知名的大阿轰, 马战敖整合各派力量之后, 果然无人能挡, 仅用了一个月, 先前已经坚守五个月的敌道就被攻下, 芝州图许初等官员大多战死, 成为汉民死伤殆尽, 同志三年十月, 坚守十一个月的河州也被攻破, 不过这次马战敖没有屠城, 而是将文武官员护送出城, 任其返回兰州, 当然, 马战敖这么做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 我们在后面慢慢说, 至于剩下的普通汉人百姓, 马战敖就没那么客气了, 给他们指了两条路, 要么皈依伊斯兰, 要么去死, 可想而知, 绝大多数汉民选择了前者, 成了所谓随教汉人, 马战敖得一时, 首土诸臣皆望风逃窥, 额贯势如效力, 奔走于指挥之下, 而汉人之随教者更无论意, 类似的事情在西宁发生得更早, 同治二年九月, 玉通为了保西宁官民平安, 就以解散团恋放弃了抵抗, 保举马桂元为西宁之府, 马本元为西宁总兵, 西宁政权事实上落入花寺之手, 兄弟二人上任后立即扩建东关清真大寺, 并胁迫汉民改信伊斯兰教, 换取免于屠杀的庇护, 于是西宁汉人也纷纷改宗, 史料是这么记载的, 西宁巴蜀汉民, 尽随其教, 马桂元兄弟格外庇护, 得以安业, 关于回军强迫汉人改宗信仰伊斯兰教这个话题, 是我们分析甘肃回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这里我们先简略提一嘴, 留待后面慢慢说, 紧接着, 回军四大天王之中的最后一位, 马文部也亮相了, 同志四年二月, 马文部通过回遍马天才李英外合, 一举占据了宿州经甘肃九泉, 此后又占领了嘉玉关等地, 掐住了河西走廊, 将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截断, 至此, 除了孤零零一座省城兰州, 甘肃几乎所有地方均处于马桂园, 马化龙, 马战敖及马文部四人的控制之下, 兴廷在甘肃的各级官署陷入瘫痪状态, 这里举几个例子, 河州同志三年十月回军攻占, 到同志十一年正月投降, 八年多时间没有委派官吏, 巡化厅在同志二年到同志十二年中间, 有十年没有支线, 西宁更惨, 自从马桂园成了西宁之府, 西宁变成了马家兄弟的天下, 西宁郡城, 城门之起碧, 回匪四支, 公门之往来, 回匪差支, 官民之初入, 回匪主支, 玉通等受骑邪制, 称为傀儡, 终于在同志九年1870年幽愤而死, 接任西宁办事大臣的御师, 甚至不敢去西宁赴任, 落脚在离西宁上有三百多里的平帆, 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是这么说的, 现在何敌之贼扰于南, 平顾之贼扰于东, 宁陵之贼扰于北, 梁宿之贼扰于西, 寄予脚不胜脚, 房不胜房, 陈若驻守省元, 则集军忠于作困, 若出省搅拌, 则根本实于动摇, 歪查复视, 魅度兵力, 实属不服奋波, 那说了, 甘肃就有没有一个清静的地方呢? 也是有的, 那就是镇藩金民秦, 当马化龙的小谷部队出现在镇藩时, 前任支线哈国礼虽然是直立回民, 但身为饱读儒家诗书的入室者, 此时选择了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 他一面致函回军, 请求缓攻, 一面抢修城墙积极备战, 不过回军还是对哈国礼网开了一面, 此后镇藩乡村虽被回军蹂躏, 但县城从未袭扰, 城内居民也就在一片乱世中得以苟且偷生, 这算是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 除了回军以外, 隆东还有一支汉人的流民武装, 首领董夫祥道光十九年, 一八三九年生于甘肃桓县, 出身歌老汇, 同志初年, 董夫祥奉命在家乡举办团练, 由于时局腐败, 官匪一家, 董夫祥看不下去, 便离开了团练, 带领手下在花马池, 镇静保一带活动, 队伍逐渐壮大, 控制了干闪的十余个县城, 不过, 董夫祥的情形有点尴尬, 既不能为官府所容, 又被回军所痛恨, 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这个董福祥, 是我们后续篇章的重要人物, 我们以后再慢慢说, 通知三年初, 随着陕西局势平定, 陕西回军逐渐集结到甘肃的董志远, 甘肃出现了七股势力, 官府, 马桂远, 马化龙, 马战敖, 马文录, 董福祥和陕西回军, 从此甘肃局势呈现出一个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 接下来, 各方之间的纵横百合即将开场, 这片燃烧的土地上, 还将上演一幕幕殊死大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